網經網路可以說是 世界上最自由的地方 在這樣的虛擬空間裡頭 你可以成為任何人 也可以說你想說的任何話 你的一句讚美 可能成就他人快樂的一天 當然你的一句謾罵 也能讓人瞬間 掉到地獄 他媽的廢話一大堆的人講 其實作為一個YouTuber 作為一個公眾人物 酸民跟黑粉的留言 算是無時無刻都存在了 他們會一直不斷地攻擊你 那其實我們整個團隊的成員 也可以說是無意倖免 但這些酸民的言論跟攻擊 並不會有停止的一刻 因為畢竟我們太紅了啦 所以樹大招峰嘛 那這樣怎麼辦 沒辦法我們只能改變我們自己嘛 就路不轉人轉 所以呢我們就只好去思考 我們應該要好好的學習 去面對這一些酸民的留言 好那歡迎大家今天來到這個地方 那有沒有人想要先開始分享呢 大家好我是演肉牙 你好 我來演球大概兩年多 然後以前在工作或是念書的時候 我都會努力想要有第一名 就希望別人覺得我夠優秀 然後可能很在意別人的眼光 可是現在大家一直拿我 跟另外一個主播比較 我就覺得好像都做得不夠好 只能當第二主播的感覺 雖然我沒有辦法理解那是什麼感覺 但是被排在第二確實是比較不好受 就是一開始真的不知道要怎麼面對 因為就很不舒服 所以就會希望說 酸民不要再拿我做比較 或是打分數 真的是辛苦你 非常謝謝顏肉牙分享 不過也想問一下顏肉牙 就你覺得說 如果是你的話 那你可以做些什麼樣的事情 來緩解一下自己 看到酸民的言論的這種心情跟感受 我會想像自己在一個全白的空間 那感覺會比較放鬆 所以如果有一個這種全白的空間的話 我覺得應該待在裡面會比較舒服 好 那還有沒有人要分享 我講講看好了 其實就是我常在滑一些油眼的時候 就是很容易會越滑越生氣 越滑越生氣 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也這樣 但是我就覺得說 每次看一些很生氣的東西 就搞到最後全身 就是都會累積到很多很多的負能量 那我覺得我跟顏肉牙就不一樣 我覺得如果是一個純白的空間的話 可能對我來說會太刺眼 而且這麼白的環境 對比我心中的餓 可能 那個對比可能太強烈了 所以我覺得應該是一個 比較漆黑的空間 就是像黑洞那樣子 它可以把我內心的所有不好的負能量 全部都吸走這樣子 看起來你心中的水真的很深 不過我們有時候是不是應該還是要 盡量的去面對一些光明會比較好 因為有時候如果我們處在一個 非常黑暗的空間裡頭 你最後可能就會被這個黑暗給 完全吞噬掉 也是啦 那如果是要保持冷靜的話 我覺得好像會需要一個那種 像是可以指引人生方向那種光 如果有這樣子一道光 應該會好很多 好 謝謝動眼神經分享 謝謝動眼神經 那 優姐 優姐 你有什麼想要跟我們分享的嗎 好 還沒有準備好其實也沒有關係 但是我們希望下次可以聽到你的分享 還有人要發言嗎 大家好 我是丹鳳嚴 丹鳳嚴 好 我想說的是 我覺得網路上的酸民就是真的很過分 他們就很常會捏造一些不存在的標籤 然後一直往我們身上貼 就感覺很像在被潑屎一樣 而且那個屎還不是那種固體的 是 就是屎水你知道嗎 就整個潑到我全身都是 然後 我很常看完之後我就覺得自己身上真的很臭 好像都聞到那個味道一樣 感覺你的感受是真的滿淒慘的 那 你覺得有沒有什麼樣的東西是可以協助你改善這種感覺 我覺得可能需要一個有水源的地方 就是可以沖水的地方 對就是 除了把我身上那種 屎就是沖掉之外 就是我覺得沖水對來說是一件很放鬆的事情 就這樣對著臉蓬頭嘛 這樣子淋浴的感覺 嗯 我是需要這個 好 還有人要來分享嗎 大家好 我是黃斑布 黃斑布 你好 我沒有像前面幾位這麼有想法 只是我看到那些負面的攻擊的東西 例如說他說這次腳本很難笑或什麼之類 我就覺得 有一股很沉重的感覺 就好像一顆大石頭然後 壓在我肚子這邊 然後我就覺得 快要不能喘過氣來 是不是 我也不知道怎樣才能變得更好 我就是很想要變更好 可是我不知道怎麼辦 嗯 我也是 我們如果不要去想說 現實層面 怎麼樣的事情可以成真 我們天馬行空一點去想 假設你今天到了一個世界裡頭 那可以讓你得到一個東西 一個裝置 一個設備 你想想看 那你自己會覺得那是什麼東西 可以讓你把這些東西跟感覺舒緩 如果是一個裝置的話 我很希望會有一個按鈕 按下去就可以把這些髒東西 不好的東西全部排掉 可以一個按鈕裝置 可以把這些東西排掉 好 那我們非常謝謝大家的分享 那接下來我們希望呢 就可以透過實際的行動 一起來著手 改善我們遇到的這些問題 我們原本就評估說這個工程是非常的浩大 非常難以完成的 那幸好我們配合的專家 UAM 現代衛浴工程 他們最後算是交出了一個滿不錯的成果 因為包括我們團隊 成員所提到的白色的空間 包括黑色的空間 包括他們提到所謂的水源 所謂的清除髒東西的裝置 最後也都應有盡有的包含在我們的衛浴設備當中 那其實我自己當初在跟他們溝通的時候 我覺得那過程是非常順暢的 因為我們全部其實都是透過線上的方式 透過自動客服 就可以去提出我的需求 那像我這種 國事如麻日理萬機 這麼忙碌的人來說 我覺得是非常的方便 因為其實我在當初跟 UAM 現代衛浴工程的溝通過程當中 全部都是透過線上的方式來 進行作業 而且呢 我們只要丈量好我們的尺寸 然後提出我們的需求 就可以請他們來進行施工 那我的團隊夥伴們 對於這一次的成果 也是覺得非常的滿意 這個空間真的很明亮舒適 只要看到刁明的留言 我就會進來靜坐冥想 一天來個十幾次 也不為過呢 那個裝置真的舒壓 不只壓一下就怎麼樣 把髒東西衝走 而且那個坐墊還有溫度喔 我每次進去出來 我都覺得自己是嶄新了自己 心情整個都輕盈起來了 我們要多虧 UAM 現代衛浴工程 為我們打造了這個 嶄新的空間 讓我們員工現在可以在這個地方 釋放自己的身心靈 也讓我們可以在這裡 肆無忌憚的 盡情的去反嗆這些 可惡的刁民跟黑粉們 典籃就是我們一個 身心靈的防空洞 如果在目前的你 有遇到類似的困擾的話 不妨也一起來嘗試看看